護士說預約空了,要去到6月5日才可以做 不過到時有多少病人在看,而你要等呢,就不知道 然後知道他其實想我當下做的 然後說我幫你問一下醫生,等了半小時 護士直接走過來同學說叫我埋病,邁去醫生 Hello,大家好,我們是Angel和Andy 這集的主題呢,又是Andy的經歷 沒錯,就是第一次在台灣看牙醫 這次其實就比較突然的 就不知為什麼,我不太記得星期四開始,還是星期五開始 就突然之間牙痛 其實起初我就不太覺得牙痛的 那個感覺就像頭痛的 但是後來就發覺到睡了一覺之後就發覺到 我的痛感就越來越集中在下額那裡 所以就覺得應該是牙痛 所以就低起心肝去看牙醫 因為實在太過痛了 我看你立即去Google那裡 看看這個附近有什麼牙醫 我用Google Map去搜尋牙醫 一堆走出來 我在想去醫院看好像太誇張 所以打算先去診所 去到診所其實都等了半個小時 都有 半個小時左右就到我看 我第一次去那裡看 他一定要我照X光 照完X光之後就坐一會 然後又見醫生 其實醫生看著我的X光片 就說我是蛀牙 再加上智慧池 嗯 他說我最痛的那個位置 應該是蛀牙已經是發現 應該是發了多久的 所以就trigger起 我想起一件事 就是其實我在很多年前 已經開始吃凍東西 是牙壁、牙頭尺 是啊 原來我根本那個位置就在蛀牙 嗯 那我最後就 那個醫生就建議要做一個叫做什麼 抽神經 從來沒聽過這個名字 就說要在牙齒上面轉個洞 然後又抽走裡面的神經組織 好像很大工程 好像很大工程 因為我傳統上 我打算來看牙醫 吃一些消炎藥 應該沒事的 誰知道原來是搞到好像很大件事 那他就問我馬上做的 那我就說 我就沒有心理準備 我真的打算吃藥就搞得好 那醫生都說 都好啊 你留我幾天的藥 止痛、消炎、殺菌這些給你 回到家了 吃完東西就吃藥 那一吃完藥 哇 他那種痛就再嚴重一點 已經不是下額痛 是半邊頭都痛 反而吃完藥就更痛 其實我覺得就不關這藥事 嗯 應該是剛好得那麼矮 夠想痛 是的 他一直痛下去 不要打算考慮幾天 都不考慮了 立刻就再去那間診所 再去那間診所的時候 去櫃檯做登記的時候 護士說 預約空了 要去到6月5號才有得做 對 動作真是 然後我說不是吧 我心想不是吧 然後我就跟他說 我說如果是6月5號才有時間給我做的 那醫生又只開了三天藥給我 那我這幾天我就痛死了 那接著我還記得有一件事 就是我第一上午去看醫生的時候 記得我當時有說過 就說 我應該星期一就準備好了 那到時我又約不到星期一 那怎麼辦呢 那我就記得醫生說過 就說到時你登記吧 嗯 不過登記到時有多少病人 在看 而你要等呢 就不知道的 嗯 對 然後就知道 他其實想我當下做的 嗯 然後他說 那我幫你問一下醫生吧 對 問一下醫生 那我打算 打算都沒有了 誰知道等了半個小時嗎 有沒有 嗯 差不多 也是等了半個小時 那最後呢 護士直接走過來同學說 叫我埋病 埋去那個醫生那裡 直接就坐下來做 是啊 真的很好啊 是啊 那所以就 他有一些彈性 處理這件事的時候 我記得聽你說過 醫生跟你說 因為你的狀況是急性嘛 所以其實他很想你快點做的 是啊 他後來我跟他說 我吃了你的藥之後 都照樣痛 而且很痛 然後他說 是啊 其實你這個是急性 嗯 而且基本上呢 是用藥是有機會壓不下去的 他在做這個抽神經的時候 其實全程就 其實就不是說很痛的 因為下麻醉 他有下很重的麻醉 是的 他有說的 如果你開始某個位感覺到痛 你就叫我舉高左手 我記得你決定再回去診所之前 你很緊張很害怕 當然了 大哥 抽神經啊 我都安慰 Andy 說不會痛的 因為醫生不會讓你痛 因為你一痛 你會動 他是做不到任何的治療 其實抽神經這件事前頭要覆診多幾次的 我現在只是第一次的 因為之後還要回去給醫生再看看有沒有再發炎 另一件事就是收費 原來做這些事 原來做這些事 有健保就不用錢 已經cover了 健保cover了 不是不用錢 是健保cover了 因為那個醫生那天只幫我做抽神經 他就說我另一個問題 不過那個問題不是影響得我那麼痛 就是一個治療痴 他就說是另一個醫生做的 嗯 他跟我說 剝治療痴都是不用錢的 都是cover到的 都是cover到 所以那次的治療痴 就是150元台幣 就是掛號費